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主 今天我們又嘴巴去旅行 我們去哪裡 去韓國 這次我們做一個韓國的街頭小食 韓國的讀法就叫做Hot Dog 就好像Hot Dog 熱狗的讀法 但它直譯的名字就叫做糖餅 通常在街邊你都會見到這些小食 我想都很久沒見過韓國 於是今天我們就做這個糖餅小食 當作是去旅行 立即開始 這個糖餅基本上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麵團 發酵之後我們就會把糖放在麵團中間 搓成波然後去煎 大概就是這樣 做法是很簡單 不過就需要少少時間做麵團 我們現在開始做麵團 首先我們就找一些全脂牛奶 倒下去一個兜 因為我們要一個暖的牛奶 把酵母抹化起來 千萬千萬不要用大火 用最小的火暖著牛奶 接著找一個大鍋 然後選擇你自己喜愛的酵母 我就用了這一款酵母 其實很多大超級市場都可以買的 一包大約5.5g 然後我們就要加些砂糖 如果我們要用酵母去做麵團的話 我們要給一些養份 即是給一些食物去活化起來 除了有這個暖的牛奶 給一個好的環境之外 還要給一個食物就是糖分 我們剛才加了這個糖 這個奶我們要讓它暖的 假如你的奶是熱得太久 過熱的話 我寧願你把牛奶攤一攤 千萬不要 都熱了 OK啦 倒下去 不要 因為你是會殺死那些酵母 殺死那些酵母 你就要重頭再來過 我寧願你真的做得太熱的話 攤到它一會再來過 OK OK啦 我就會把這個暖暖的牛奶 倒進這個酵母 然後你就用一個孤寒刮 去輕輕攪勻它們 如果你看到有些酵母 黏了一塊塊 你可以用一個孤寒刮 按一按扁它 好了 拌勻了之後 我們就任它在這裡 攤它十分鐘 讓酵母慢慢活化起來 讓它出到一些泡 你看到有些泡沫 這樣就可以了 即是說它已經活化起來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做麵糰了 好了 經過十分鐘之後 我們先看看 嘩 很多泡泡 你可以看看 是不是 即是說這個酵母已經活躍起來了 這樣就適合了 然後我們就要放這個鹽 還有麵粉 要先把它拌勻 記得要先拌勻 先拌勻 拌勻 拌勻 很明顯我就是用錯了這個工具 記住 如果你弄這個麵糰的話 不要像我這樣做夢 就用了這個發彈器去弄 用這個孤寒刮 那就可以完美了 OK 唉 唉 醒了 好了 你看到它開始 一團之後 你就可以去搓一下它 好了 攪拌一下 它又會不黏手 當然你可能會有少少黏在這裡 但是OK 如果你發現 咦 可能都越來越黏 這樣 你就可以 加多一點麵粉 也可以的 OK 那我們弄了一個麵糰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在這個盆上 然後 我們就可以用一塊濕的布 蓋住它 又或者用保鮮紙包住它 也可以的 接著我們要做的東西 就是放它在一個暖的地方 讓它膨脹多一倍 那你要放多久呢 放一個小時左右 假如你的家 好舒服 經常都開冷氣 你可以放在一個焗爐裡面 調它30度 然後 如果是放焗爐 就一定要放這個濕布在上面 放在焗爐30度 一個小時 讓它發大 OK 沒有焗爐的話 就保鮮紙包住 放在這個室外 不是室外 即是在一個室溫 就可以了 OK 好了 在我們等著這個麵糰發酵的時候 我們不如先做一個餡 很簡單 拿一個碗 然後 黑糖 花生碎 用叉子拌一拌 這樣就完成了餡 你可以再加一些肉桂粉 甚至薑黃粉的味道 會更加多姿多彩 但是奈何我家裡的朋友們 不是太喜歡吃肉桂粉 於是乎 花生加黑糖都夠撐了 好 現在繼續等麵糰發大 麵糰已經發酵了一個小時 我們先看看樣子 都大了 現在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要打平它 我們再搓一搓 在手上搓都可以 好像比較方便 好了 然後再弄像球一樣 放在一個碗裡 蓋住它 再讓它休息多15分鐘 然後才弄我們的Hot Dog 休息完15分鐘 我們可以開始做了 好 首先在砧板上 我們先灑一點點麵糰 接著把麵糰發酵 把麵糰發酵 然後把麵糰發酵 然後我們滾成一個條狀 你們會看到其實它是很柔軟的 我們大概 乒乓波那麼大 我們分到大概 1 2 3 4 5 6 7 個 然後把麵糰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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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它弄平 慢慢撕大 不用太多 然後少少像小籠包的感覺 把麵糰發酵 然後放在一邊 好 繼續 好了 包好了 我們就要馬上煎 提提一下你 如果你包完之後 你說我不想弄著 晚上才吃 千萬不要放入雪櫃 因為你很快就會硬乾 而那些糖就會溶出來 很有趣 所以你最好 淋煎之前 頂擾半小時 就開始做 然後吃就馬上要煎 這樣就是最好吃的 如果你真的要等的話 你放在盤上 用保鮮紙包著它 放在室溫那裡 這樣就會安全一點 OK 煎東西了 好了 煎這個Hot Dog的話 我們用一個平底鍋 我們就開中慢火 OK 然後加油 我已經是預先熱了 鑊 我才會下油 記住永遠都是熱鑊 冬油 OK 好 來了 可以放下去了 先放一點空位 煎三個看看 在韓國就有一個 專門用來煎Hot Dog的一個工具 好像那些中藥那些中 下面有個平的鐵片 上面有一支棍這樣按扁 我就沒有了 這樣一個盤 這樣按它 唯有 按的時候不要太大力 按到差不多 等它煎一煎 一樣可以 唉 想買到那麼多東西 對吧 想一下就可以了 遮蓋遮蓋 先放下一點 用中慢火 我們大概每邊 就要煎它三至四分鐘 或者 看到它變成有少少金黃色 我們就可以反轉再煎 OK 好 看看 嘩 帥仔 這邊 都可以 哇 很開心 這些是遲放一點 再看一看 差點了 轉了面子 又可以再按一按 但不要太大力 OK 輕輕 因為如果你太大力按 它裡面的餡料就會出來 輕輕按一按就可以了 好 看看這些先 OK 這個呢 Oh nice 這個呢 都可以 行了 好了 第二面都煎了三至四分鐘 最後呢 我們就 蓋一蓋 焗它一分鐘 為什麼呢 我們想裡面的糖 再溶多一點 這樣呢 一會兒做出來 就會非常好 好 焗完一分鐘 正 關火 立刻拿一個 切出來看看 嘩 正啊 正啊 切啦 嘩 嘩 正啊 嘩 嘩 嘩 好 立刻吃一下 嘩 嘩 呃 外脆内軟 中間呢 甜甜的 好好吃 甜品又可以 如果你點一些蜜糖吃呢 更好吃 其實呢 這個做下午茶點都可以 我覺得 當然呢 這個是夜晚甜品 更加 完美的句號 是不是 韓國的街頭小夕 HOT 希望我沒說錯了 記得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